Ctrl C嘛,对不对,然后呢,再来这个地方,其实就是把这个这个参数啦,其实就是瑶瑶了,这个取得应该是瑶瑶,对不对,然后再怎么样呢,再切到瑶瑶的位置,因为我要切到第几个,我如果不确定哪一个的话,我可以用名称,那我要确定哪一个,所以瑶瑶的部分切过去,然后贴上,再做栏位的重新自动调整,OK, 然后next,这样的话就产生瑶瑶的,再来就下一个,下一个不知道是谁,然后下一个是菜头,然后再往下,再去找菜头的资料,把它全选copy,再切回去,切回去之后,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改一下,你这边也可以改成什么,不一定去叫菜头,你也可以拿第几个,其实i加1也可以啦,算一下,因为i,i的话是2嘛,加1的话就是, 它的那个位置也是OK的,所以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给名称,你也可以给位置,然后贴上,在栏位置中调整,next,有没有,你会发现,全部这样跑跑跑,就会全部跑完了,跑完之后的话呢,next之后呢,我们就把最前面的第一个给删掉, 跑完之后呢,跑完之后的话呢,那我要删第一个,所以呢,先把那个讯息align给false掉,然后呢,再来怎么样呢,再把它删掉第一个,然后就true,再来就怎么样呢,在游标再放回去问题9,再取消筛选,就完成了,OK,所以基本上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,如果OK的话,基本上就可以跑完,那我 我们就可以取得业务了,但是等一下还要什么呢,如果下一次我要再跑,你会发现,问题来了,我要先把旧的删掉,才能跑新的,所以我要怎么把旧的删掉,等一下再来讲,OK,请各位试试看好了,看一下我的完成画面,基本上, 这个,这一行第七好像有点不太一样,我这边是写i加1,那我刚刚的这个地方,稍微有点不太一样,这个是用位置,那我刚刚是用的是,这个,这个地方,这个是用名称,所以两个可以比对一下,其实结果都一样了,哪一个比较好呢? 其实,反正弄得出来没问题就是好了,给这个,我现在是写成这样子,两个其实是一样的,那只是说,这个是用它的位置,这个是用它的名称, 名称,OK,好了,画面还给各位一下,试试看